我 不才 以名利 这种冷门队伍 打一马红热门队伍的狗头军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指向 当然是因为 夜门队伍我一个都没有 那么今天 我们要挑战的是 被众多玩家嫌弃 没有任何联动性可言的 吃逼宫 他 周瑜 但大家都习惯叫他 周某人 他 甘霖 但大家都喜欢叫他甘车服 他 黄盖 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为 材料奖 啊 光是听春虎 想能感受到大家对他们的热爱呢 虽然 他们在其他剧本中几乎没有上场机会 但是 我相信 他们在新剧本中 一定能够绽放出光芒的 虽然 他们的年龄各有差异 但是 他们有着全游戏独一挖的缘分 赤笔之战 赤笔之战能够给全武将提供12点的无力和智力 真厉害呢 嘿嘿嘿嘿嘿 作为一名狗头军师 我一定能够 让这个队伍 拥有一个完美的搭配 虽然 他们的战法之间没有丝毫的灵动关系 但是 我们可以 人为的让他们发生关系 首先 要么看向黄盖 苍白的头发 搭配上优雅的白马 和性感的小嘴唇 在战场上 足实显得 盛气凌人 接着 我们看向甘霖 他手持着两把镰刀 非常适合很少千军的假式 由于将镰刀飞出 亦可化作 万箭启发之势 最后 看向主将周瑜 俊俏的脸庞 带上我们的夺盆鞋铺 趁着对方被夺盆勾引之际 可以对其进行 刮骨疗毒 就这样 我们完美的赤笔之战阵容 就构建完成了 不过 你们还以为 我会像以前的剧本一样 重蹈覆辙吗 知道为什么这次的王室品节剧本 我这么有信心吗 因为 我刚好找到了这个叫 岳府的幸福 非常适合这套 赤笔之战的机器 每当有一名队友 触发奇谋和会心时 会给另外两位友军 带了16%的会心奇谋 几率和伤害加成 而16%的会心几率和伤害加成 是什么概念 就是甘霖即使触发幸福效果 队友依旧无法打出暴击 今天 我就要让全程的人 都高看我们 好 现在我们已经奔赴到我们的前线了 作为一名优秀的军师 我们还要有一双 向于观察战场的眼睛 比方现在的战场上风平冷静 但其实 有暗流涌动 我们通过点击城头上的战报 来搜寻我们这次的猎物 而立即用冷门队伍打一马红队伍的我们 首次战斗肯定要选择 跟我们一样的白板队伍 好 就决定是你了 会议为平民神队的麒麟公 兵书有年 一鼓就气 再摔山额结 这一次 我们直接冲进人家的九宫八卦阵里面进行战斗 你不要过来啊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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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想还是算了吧 我们期待的是一场公平的对局 这样子 即使打输了 我相信对面也不会高兴的 我们就在人家楼下 等他一下好了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对酒当歌 吟思复词 不复天赐良缘 也不忘 一键三连 可恶 怎么等了这么久都还没出来啊 该不会不在线吧 发个消息试试 你 过来啊 经过我的一番温斗 对面终于砍上钩 取胜之道 在我心中 nice 虽然胜利了 但是 这还远远不够啊 以满红为目标的我们 怎么能因为这小小麒麟宫就满足了呢 很快 我们重新回到了战场上 而这一次 我们要挑战的是 一川奥 现在 我的队友刚好把对方的队伍 已经勾引过来了 虽然不知道对方还是个什么队伍 但 就凭借着这1v2的勇气 在气势上 我们已经赢了 有史在我 我早已料到 没问题 这天 我想起了已经退友的朋友 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总共有平民的白板 感觉直面满同的微光 来将笔花谁更糟 而来要攻这不问喜好 索性要不要 两年三道这树飞萧萧 轮丹时过招 百年六方这两袖清高 情藏天赐教 拒备当客者命远来找 路途跟逍遥